大家準備好了嗎? 因為朱凱迪說我是長輩 叫我先說 其實我沒有什麼新事要說 因為整個過程都很透明 一直在推進 只是跟著我自己的時間表 今天朱凱迪和我正式入信秘書處 就是通知立法會的秘書處 我們的議員任期就是四年 四年到九月三十日就會終結 就是這麼簡單 我入信的時候 秘書處就要我寫清楚一句 本人決定在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後 不繼續擔任立法會議員 當然我不當我這方是辭職信 因為我是功成新退 我四年前二零一六年的九月立法會選舉 勝出任期就是四年 至到二零二零年 即今年的九月三十日就任滿 因為第七屆的立法會選舉是取消了 所以我在這段時間是不會再做立法會議員 但是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情緒 因為這個是一個暫別而已 理論上 如果將來有選舉的話 我還是會積極去參與這個選舉 我還是會繼續希望香港市民支持我的 我都是今天發了封信給立法會的所有同事 這就不僅僅是秘書處 因為其實在這四年裏面 除了一些議員同事之外 我們接觸得最多的 或者支持立法會的運作 最新的其實是很多的員工 清潔工 負責控制視像錄影 保安員 法律顧問 和我們一起做很多個案的申訴部的同事之類 那我特別在那封信裏面 我覺得就算未來那一年 是我和陳志全議員 是不能夠接受的一個臨時立法會 不過我是希望整個立法會秘書處 是可以想一想 到底現在我們這個立法會幾百人裡面 最低薪金的清潔工 和我們最高薪工的立法會秘書長 為什麼有可能那個人工 是相差接近二十六倍的呢 那麼可恥的差距 是不是要讓他繼續下去呢 當然我都很希望 無論是秘書處那些秘書 以至於保安員 其實最終都能夠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一個真正能夠代表到 香港人民的立法會裡面 可以專業和中立地去履行職務 我希望是有這一天可以發生 這個是我對於立法會同事的期許 那在9月30日之後 其實我想我和陳志全議員都很像的那個感受 就是既然我們四年前接受那個託付是四年的 而這個是一個淡子 我們揹著它 盡我們的力量去走這四年的路 去到9月30日 我們都認為這個是一個圓滿地可以放下這個淡子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想繼續做市民的代表 所以才會參加之前的民主派的初選 也都有報名第七屆的立法會選舉 我是很希望 我們可以盡快在一個沒有干預沒有篩選 公平自由的情況之下 盡快發生 令香港人是可以有機會 選擇 由他們去選擇他們的代表 我補充多兩句 我都要感謝很多人 包括立法會的絕大部分的職員 除了陳維安 除了這個 是不是首席法律顧問 洪秀娟 除了極少數插水的保安 其實很多保安對我都相當客氣 要多謝我們同事 要多謝過去投票支持我們的人 去留的而且社會上是有不同的意見 亦都非常接近 所以無論是留下還是杯葛 都會有人不同意 或者不高興或者失望 但我都希望大家會明白 理解我們作出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也是絕對不容易的 我希望大家能夠分析 我會想最多說 一句話 我會想說 一句文言 多謝 一句文言 我可以說一句文言 為一句文言 一句文言 that support me and also to the staff of the legislature to wholeheartedly help to sustain the functioning of this council but I really hope that in particular the salary gap between the janitor and the top officer of this legislature can be narrowed down as soon as possible right now the lowest paid janitor earn close to only 10,000 Hong Kong dollars while the highest earning officer earn more than 260,000 Hong Kong dollars per month this is unacceptable and finally we will continue to active in the civil society and for myself I will continue my work in helping the relatives of the 12 detainees and try to mobilize more Hong Kong people in fighting against global warming the climate crisi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issues thank you so come to that question in answer the question ma Rana you have to ask 可能, there is a whole review of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lead scenes and people will not be moving around the위ências of all these things and people will not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to the government an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to the government and will not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to the government and even when they will move forward to the government 我都說如果只有朱開席和我倆 我們會在我們自己的崗位那裏 我會希望做一些事 不要令香港人灰心死心 不要令到黃絲變藍絲 要國際社會繼續關注香港 成為一個民主自由人權發展的地方 但如果結果是更多的議員會 是這次選擇杯葛未來的一年 我相信我們都應該要整合這些力量 好像有人建議過做一個議政的平台 去監察著這一群保安黨 或者留在這裏的立法會的人 一言一行的所作所為 這個我想現在還是完之上早 應該明天有結果 明天我們再看看是怎樣 我想我和萬必今天就是 兩個人的決定就是明智而已 明智就是不是很明智的明智 是表達了我們的志向 我們的志向是清晰的 但是我想歸根結底 其實我和萬必都是民主派的一員 我們都從一開始都是期望 我們可以有一個共同的決定 不過可惜在事情發展的過程當中 未能夠達到這一點 所以正如萬必所說 我們兩個人的決定就做了 如果最後只有我們兩個人 做這個決定去離開的話 當然我們都沒有那個身位去說 那個大局怎樣 因為我們只是兩個人 不過如果出現一個情況 絕大部份的民主派都是因為民意調查 結果去選擇離開的話 我想我們都是有一個很急切的任務 是去重新去整合 坐下來去談到底未來的一年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不去做這個臨時立法會的委任議員 是令到我們的爭取盡快呼吸選舉 這個抗爭是有力的話 那如何去向這個方向的邁進呢 去符合到自民的期望呢 我想這個就是要看明天的情況 至於說未來是怎樣 萬必要答應 我答應了 其實我未來立法會之前 和我現在離開立法會之後 其實工作都是做一個組織者 無論是在現在12人家屬支援工作的組織 以至於一些收地事件 剛剛有一個在禮芝國九華敬村的一個收地事件 其實都有很多的組織工作要做 有時候我覺得做議員呢 因為兼顧的題目很多 是會令到我們好像沒有辦法很專心去做一件事 去好好去面對每一個在市場中受影響的人 我都幾懷念在2016年我做其他的組織工作的時候這些機會 我希望未來可以在不同的有需要幫助的人我可以發揮到我的力量 如果最後我多說一點就是 我過去一直都沒有參加一些去留論壇 我就說我不想批評其他議員去留的決定 或者用甚麼方法去決定去留 但是如果明天出來的民調是沒有任何一方有壓倒性的優勢 即是所謂的過半數 我當然仍然是希望其他的議員可以真的考慮去杯葛未來的一年 去有更多人去杯葛未來的一年 能夠達到那個我們覺得要想達到的後果 想問一下就是 剛才都有提過 即馬上都有提過 就是說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選舉 或者迎接的暫變議會 其實評估還會不會有公平公正的選舉 還有自己還可以重回議會的機會 就是有候選資格的機會有多大呢 還有就是想問兩位就是 就是明天那個民調的結果就會出 那如果真是全部民主派都會來任的話 其實擔不擔心現在這一年的議會是無憂子 會變成一個真是你們之前所 即有人口中所說的萬年議會 第一題 我特第一題先 就是 其實 沒有得預計的 你問我們 你問常理 就應該盡快去進行選舉 不應該等一年 但是你說 明年會不會有選舉 如果有選舉 會不會有更大型的DQ 或者我們兩個會不會被DQ 這個都是預計不到 我或者梁繼昌都會被DQ 誰敢說自己一定不會被DQ 還有很多不確定性 可能我們被捕要坐牢 這些都不知道 所以我說暫別的意思是 現在我看到如果有選舉 我會積極參與 如果能夠當選 我便會繼續 我不是退休 不是轉行 即未來的一年 我們仍然是 在大家的坐緊 大家找不找我們 就是大家決定 所以沒有很強的利售別墅 但是 能不能夠最後的結局是怎樣 有可能我們是最後一屆議員 有可能我們全部都是 不只是我們兩個 沒有得估計的 不過我們會繼續努力 第二題 你答我 第二題 沒有得如果 因為明天就知道那個情況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留待 明天 大家知道結果之後 沉澱一下 大家盡快去談 那秘書處有沒有收到你的封信 有沒有為了要求你們 這個可以說一說的 因為本來 以前慣例就是可以拿一個月的 但是 今次呢 我入信是申請一個月 但是秘書處就說 只能夠給兩個星期 那上次 范國威和歐樂天 我不知道陳可欣 都是給兩個星期 那如果是這樣 對我來說兩個星期 都應該足夠 但是如果對其他 我就不知道 那就是要10月14日 20日 我計算那些公眾交易 可以20日就寬了 不過我的目標 都是希望在10月1日之前 我能夠收拾好我的東西 我都收拾了整個幾星期